祝佛赞叹释迦 实在就是祝佛互相赞叹了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佛佛道童啊 换一句话说 只有祝佛如来 他才肯到无浊卧室去实行 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地狱是最苦啊 这些苦难众生 我不去帮助他 谁去帮助他 越是苦难的地方 佛菩萨的悲心偏重 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 去帮助大家 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 佛菩萨就来了 不肯接受啊 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 能信 能解 能学 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 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 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 我们没有偏心呢 没有私心呢 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啊 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 什么语言呢 这个地方的人他能信 能解 能解 能行 信 解 行政 这四个条件 这个地方有啊 这十几年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弘扬净土 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 这么多年当中 新加坡 马来西亚这个地区 念佛往生的人 实有所问啊 常常听到啊 李牧原居士 非常热心啊 许多念佛的同修 在灵命中时 多半是 请李牧原居士去祝念 去帮助他料理后事 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 第一句是今天这么发行 他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啊 念佛往生 不退成佛 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 这么热心 他那个心愿 不是凭空发的 是 近到四十 才发起的 所以 六道三土的苦落发了 唯有佛知道的透彻 知道的彻底 知道的究竟 所以佛有能力 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帮助我们利苦大陆 所以这个两段经文 绝对不能够束缚 这个是诸佛如来 一口同音 俗宣的 妙法 无上的 妙法 这一段经文 我们可以看作 释迦牟尼佛 是现在 时间 蒋经三百余会 硕法四十九年的 总纲领 佛出现在时间 干什么 就为这个 这个赞叹之后 注意再借助看今晚 过千世者 问寻世尊 这是礼貌 佛派他的侍者 向释迦牟尼佛问候 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 给人看 礼不可费 人而无礼 礼在这个世间 就没有立足之地 但是现在人呢 把礼节都俗获了 俗获了 说实在话 佛法修学的再好 古报在哪里呢 古报不在人道 多半在轨道 到后面讲到这鬼王 把这个鬼王的音跟诸位 说明你就晓得了 佛法修行的非常好 功高我慢 没有理解 这个感受的国报 将来在轨道里头做鬼王 做这些 这个华言经里面讲的 世主里面 弃势建筑 山神 树神 花神 树神 水神 这一类的 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 所以佛法建立在 孝尽的基础上 怎么劝 诸位同修 要觉悟 孝亲 尊师 我们才能走向佛道 走向 极乐世界 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 修学佛法 走向鬼道 做鬼王 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 你能走向天道 这个天道是欲界天 四界天地都没份了 必须要想得 此地较劲 较劲 较劲 事实如来寒笑 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 那么这个地方这是县锐 光明云里面 显礼 放光 放光 立根的众生 见到光明 佛所有一帖教学 他都明白了 之后 有时候 不幸 这 是 Look 这个 是 我 你 就 我 我